香港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我們身處的地方都會聽到不同的語言 見到不同的人物和接觸到不同的文化 除此之外,香港都有它獨有的本土特色的溝通文化 而遺憾的意義大多數都是只有香港人才會明白 不如我們一起來看看以下的故事 了解一下香港人的溝通文化 Well,今個Winter Break 我要在香港討厭很久沒見的表會Pauline 和我討厭一下,去吃一些傳統食物 Wow,真的很驚喜,很興奮 希望他到時會很歡迎我過來探望他 這個是我表哥Colin 他是一個ABC,在美國生活了21年 今個聖誕假話想回來感受一下聖誕節 今天就等我帶他到處玩一下 感受一下香港的玩法 Hey, what's up? How's your day, man? 表哥,跟你說了多少次 這是香港來的,你男朋友的 很喜歡,這次吃什麼好 這家茶餐廳好像很出名 噢,好啊 吃東西?兩個 多人啊,搭桌可以嗎? OK 搭桌,要怎樣搭桌 這桌子會這麼高,椅子會這麼高 那怎麼吃東西啊 真的嗎?搭桌子和人撕桌子 坐吧,多人啊 Oh, so sorry, so sorry 好啊 你看看,有什麼條件啊 這裏有什麼條件啊 這裏有什麼條件的啊 咦,我們要試試看啊 你現在還有什麼茶餐廳吃 哦,好啊 嗯 要喝西多士茶酒 茶酒其實是一種特別要求的奶茶 這種奶茶的要求就是不要平時的砂糖或者淡奶 反而加入煉奶做代替 除了茶酒之外 還會有啡酒、央酒、華田酒 加入煉奶會令飲品的奶味更加濃 很多香港人都喜歡喝的 西多士茶酒 哦,我要一個all day breakfast 麻煩你 all day breakfast 不好意思啊 麻煩外國回來的 他要煎雙蛋 試一丁 醃巧克力 加個乾炒牛河 哦,好的 即是一個製水 茶酒 花槍 肥膜會爬位 為什麼乾炒牛河會叫做製水 因為乾炒牛河簡稱乾河 這個說法可以解造乾潑了的河 水從何來乾炒的河邊有水呢 那就自然要限制用水 那就就是製水咯 如果覺得製水太難理解的話 麻煩就可能容易理解一點 因為春是代表雞蛋 山春就是代表太陽蛋 自然麻煩就代表煎雙蛋 肥妹就不是在說我 肥妹是代表熱朱古力 因為很多女性去到茶餐廳都很喜歡喝熱朱古力 而熱朱古力的含熱量也很高 喝一下喝一下就變成肥妹了 所以朱古力又有另一個名字 叫做肥妹 聽完是不是以後都不想喝朱古力呢 為什麼西多士會被人叫做夏威依 這個要說回很久之前 夏威依在18歲的時候 認識了個男朋友叫林膠 而西多士就因為要淋上糖漿 也有人叫糖膠 所以夏威依要淋膠 西多士又要淋膠 所以夏威依就變成了西多士 你肥妹是表哥 我要求聽他 表哥 你不要做多了 你做多了 快點啦 你快點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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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我走的啦 我走的啦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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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你吃了 你叫我了 好了 你不知道我吃什麼 我先吃什麼 我先吃什麼 不行 我先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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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見你很少 你這個 教什麼 好題 早個星期 約了一個男女出來 他80後的 你也知道 阿叔你也對嗎 那我挑他成熟 我挑他成熟 發生熟 然後我最愛說他真的不得電 我完全不懂得跟他溝通 哈囉 哈囉 我知道我今天叫你出來走台大 雖然我知道我練習得很遠 但是我都不見 別以為我說得很嘴唇 嘴唇唇 嘴唇唇 是說言語上輕挑浮誇 或者不停說話的人 其實你在說什麼 你平時在哪裡 我真的完全 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你真是見過大蛇鱷尿 我真是見過大蛇鱷尿 沒見過大蛇鱷尿 你平時在學校什麼意思 你不知道在學校什麼 你在問我在學校什麼 你在問我在學校什麼 我上學呢 很忙的 忙到HIGH HIGH 上課就不想玩笑 那些同學就交到瘋了 我有錢都交 也免費錢 不過有幾個新來的女生 都挺有仙氣的 讀L也挺好 你講話都挺好 HIGH HIGH 是一個網上的術語 是用來加強句子的語氣 例如餓到HIGH HIGH 就是超級痛餓 而HIGH 就是冷散 無聊 無所事事 或者萬不驚心 交和交都費時派 是網上的術語 交的意思是無聊或者低一點 而交都費時派 就是一個人講完一些很無聊的東西 其他人都不想回應他 而仙氣是指 美得超凡脫俗 好像仙女更有氣質的女生 讀L是指讀男或宅男 一般指 經常在家 不喜歡出去交際 缺乏異性癌的男生 來來來來 喂 喂 你是新男 我過來啊 我過來啊 哇 好像有個版權 就是這樣 算了 好搞不搞就搞 就是這樣 Generation Games 我真的不知道怎樣 想和一代人溝通 算了 前下那十年 你都不會和下一代人溝通 對 多聊幾句 大家不… 又是那些互相溝通 又包容的 你知道的 對 說我囚容 喂 差不多到時候上班了 走 走 看完這條短片 相信你會認識到 香港雖然有其獨有的語言 但是在不同環境 溝通平台 和不同的年齡層 都會有它不同的意思 和意義 所以 我們聽到的 不單止只是廣東話 而是一種值得尊重 保留 和珍惜的香港人的溝通文化 都會有的 好 充滿 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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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